哈喽大家好我是修修 欢迎来收看这场小孩对黄毅的一个对决 这场比赛是一个抢15的 然后完成版本呢我已经是上传了 这次呢是特地给大家挑选了三场比较精彩的 三场比较精彩的给大家看一下 黄毅的这个大法一上来就是关厕所 即便强如小孩的八神 比八神还了解八神的这个男人 竟然是被关厕所打了一个破贝啊 这个猪头模式非常的暴力 话不多说啊我们继续再来看 现在有能量 天鹤慢慢的被卡到角落 哇再吸低滑一下鬼步下A断球啊 继续断球又形成了一个关厕所的局面 非常暴力 打A呢这次也是打到了一个数值啊 逃出来现在有气 尝语呢也是不给面子啊直接敲 他们对这场比赛的话这个求胜心啊都挺这个非常的强烈啊 而且小孩那边也是有很多最佳啊 比如说剩五个B以上啊能够最佳多少啊 赢的话最佳多少啊 所以说全程都是非常的快节奏的打法啊 继续来看一下啊 那是小孩来到最后一个人啊 这头大猪打成了一个穿三的局面啊 一个站A神龙侠一个小跳哈 好这一次自己失误了哈 王毅总是经常会出一支怪招 比如说这个轮桃 小孩这次也是失误哈 不过落地的话还可以补救一下哈 这个夹的话如果夹快一点的话就应该中了哈 王毅应该说是先生夺人哈 看看小孩能否用马力顶得住哈 小孩的马力应该说在9C当中他的阻力也是挺多的哈 哇这一次生龙甲哈 就是小孩的一个还是生龙哈 又是一个16C的一个简化抓啊 刚好逆向 哇很暴力 AB一下折左右又没猜住啊 又是被折了啊 一个3B直接抓死了 相信对于这两个世界冠军哈 大家都知道哈以前抢异的时候这个 王毅也是赢过小孩一次哈 拿了一个冠军 所谓的冠军啊 后来就有世界冠军哈 一直也是念念不忘这个世界冠军的投降啊 又是乱动又是被折 小孩这次哈 应该是夹不到的哈 一个原地跳低 再来一波夹 我下有点猛 有点伤 啊 然后就突然就赢了哈 我们来看第二局哈 他这个因为是数据在生成的时候哈 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卡顿哈 所以说最后一下没有看到是怎么死的啊 现在是另外的一个精彩的对局啊 我们继续来看 来看看防疫的这个猴子哈 也毕竟是靠这个猴子成名的哈 也是有点料的 现在一直在飞 小孩呢不太会卡位哈 只是去追着他打 这个他打的话会有这个风险哈 一旦在空中被扎 也是很危险啊 空中被扎 话没说完 连扎四下 直接接必杀 也是晕了哈 所以说这个必杀没有接上哈 没有算到这个晕点 王毅呢 他因为打得不错哈 所以说这个是中期的一局哈 中期的这一局呢 小孩呢 也是用这个先人模式哈 他们在打的过程当中啊 也是 经常的利回凯然 这一下又被打 又被打晕哈 这个猴子确实 有点料啊 有点料啊 继续来看 太秀了这个猴子哈 这两个人啊 应该算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对决了 都是世界啊 世界头衔的哈 一个跳跌 小孩还是不太会卡他的这个位置哈 经常是被他飞来飞去 然后想去追他 但是每次都追不到 每次都被打 还是非常的难受啊 空中被扎 直接确认加一个必杀 世界冠军呢 也是追回一局哈 然后再继续下来 我们再看 最后一局哈 非常的快啊 这个速度啊 会真的精彩 小孩这一把呢 依旧也是用这个仙人模式啊 他的仙人模式应该说算是打得还不错了 然后呢 这把这个黄毅呢 也是考虑了很多次哈 用这个大猪来手底 大猪手底的话 其实你懂的哈 一般不适合手底 但是黄毅的话 因为小孩的打法非常有针对性哈 他怎么排也不是哈 排成了这个局面 来看看这把又是打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 结局啊 来又是跳起来被扎 小孩吃了这个猴子的亏吃了好多次啊 很不习惯这个猴子哈 想当年哈 这个抢异的时候 黄毅赢的话呢 也是因为小孩这个铅鹤啊 跳起来被扎到啊 满满的回忆感啊 我们继续看 所以猴子 你看你看 小孩的失误还是挺多哈 被套下来 又是伤了好多的血啊 继续飞成脚 我这个杯啊 这个AB被抓到 被确认了哈 这个机会抓得不错 小孩这把呢 是选择用这个霸神来守抵啊 刚看到的这个 世界级的霸神 在球机当中哈 也是玩得有一点料的 啊 一个再一滑一下 直接跑到哈 小孩也是用是 用这个梦弹哈 啊 这下失误了啊 失误挺多哈 毕竟是伸手啊 玩得太少了哈 他也是用这个梦弹来接这个葵花哈 不敢用这个重手接葵花 因为重手接葵花 这个猴子真的是甩得太远太远了 有时候容易吃物啊 但是梦弹他也失误了 再来看啊 赶到很快 好的 他这个落地也是预判到对手 直接一个 打身后 再继续肥 猛追啊 不给对手哈 击退 这个运点也是抓得非常的好 现在是打成了一个反三的局面 来看鹿死谁手 打猪啊 吃了一个生龙 生龙吃的多的话 他就不敢跳的哈 如果大家看过完整版 这个防御后期都不太敢跳了 赶到 赶到 好跳踢 下A葵花 跑去了 带折 哇 我却又被打远 直接带走反三了哈 非常的精彩啊 好的哈 喜欢点点关注啊 关注修修 不易走丢